中国文化太美 是的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中医太美 大家好 我是梁东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在较早的一段时间呢 我曾经去上海 参加了一个抚养论坛 把当今中国抚养派的各路高人 大家都邀请到会场上做一个分享 在当今的中国 一个中医论坛 大家愿意花钱 而且呢 很多不远千里不远万里 来参加一个聚会呢 真的是很难得 在那样的一个会场上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一个大师 他很有意思 一般的其他的老师呢 讲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或者是三个小时 对多了 但是大会呢 却特别安排了一位 从海外回来的老师 讲了足足一天 上午讲完 中午冲冲的吃完饭之后 就下午又讲 我第一次会发现说 有一个人可以如此清晰的 把关于身体生命和这个系统讲得如此的清楚 而且呢 他也会觉得 以前很多人在诟病嘛 说这个中医到底科不科学 哎 但是这位老师呢 招了一大票的麻省理工学院的 哈佛那些学药物的那些学生 都是搞科学的 做他的弟子 从而呢 来证明 中医是有他的科学性的 而这位老师呢 就是现在在网络上已经非常名满天下的老师 叫尼海夏 尼老师 尼老师你好 梁东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尼海夏 对 一听那个尼老师的声音呢 就不像大陆人 啊 这个 你看的原来是台湾人了 尼斯以前在台湾嘛 对对 对 我出生在台北 对 那 关于这个尼斯呢 他说不要太复杂的介绍 就是美国 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大学博士班指导教授 尼海夏老师 好 尼老师 您是在台湾学医吗 对 我在台湾学医 然后呢 我在台湾 然后后来移民到美国去 我们家通通移民到美国去 然后在美国在 这个 开始行医 这样子 在美国多少年了 在美国 从头到尾大概 应该将近29年了 29年啊 对 1980年 那种过去 哎 这个 尼斯有天跟我们讲 他年轻人的梦想 其实不想做个中医的 年轻人玩摇滚的 对啊 因为年轻的时候 喜欢玩音乐 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玩西洋音乐 台北的年轻人呢 都以能够弹一些西洋音乐 为为荣 觉得说比较流行吧 那个时候也是罗大悠年代吗 对 刘大悠的那个时候 OK 然后呢 然后 可是我知道 我在动物的时候 以前当热门音乐 河河团的团长 那玩音乐呢 是个兴趣 没有办法当职业 所以当时我毕业以后 我们团员有的人 就走职业的路线了 我就不赞成 我要走这个医的路线 因为那个音乐 对我来说是这个嗜好 我没有办法把它当成终生的职制 所以说 医这方面倒是 我是很希望能够把医生所学 能够带贡献出来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医的方面 那你怎么样踏上这个学医的道路的呢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学医 他肯定还是机缘的 没错 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好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 其实如果严格追求起来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医 是在高中时代 那我的一个老师呢 叫做周卓宇 他是以前北京的世代的家传的名医 那1949年以后 他是到台湾 那他就 那时候我妈妈看我喜欢读医书 我自己就喜欢看很多古书 古籍的东西 他说你那我带个老师 找你带个老师 你学学中医看看 就是这样子 然后看到老师以后呢 老师就看我这个年轻人嘛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他一看到我 他就还喜欢我 比对他儿子还好 这个老师就是这样的 我后来发现的是老师找徒弟 不是徒弟找老师 没错 然后我刚开始还不相信 几根真能做什么 对啊 他当场表演给我看 因为病人腰痛 真相当场就好 我想这个真的是不错 所以那时候开始就 很有兴趣 开始进入中医的这个领域里面 那这个 所以我的中医的根基 启蒙老师是周周瑜 他现在还在台湾活到 已经快一百岁了 一百岁了 对 那另外一个是徐继民 是我的启蒙的恩师 他是江苏来的 在上海的名医 他针灸非常的厉害 这两个老师 引领我进入中医的大 所以我的 所以说我虽然出生在台湾 可是呢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讲 我真的这个运气很好 因为我在台湾才有机会 真正的受到这个师徒制的传承 中国几千年来 没有什么中医大学什么东西 都是师徒传下来 对 或者是爸爸传儿子 祖父传子 传子 传媳不传女 这种方式 那在台湾呢 他们当初开放了很多 所以说他们不见得说 一定要传自己的儿子 早有觉得 他们觉得有慧根的 有能力的 有聪明才智的来教 他们觉得他们的荣幸 就是在这种文化的 这种背景的薰陶之下 所以我们也受到 很多的一些长辈的鼓励 所以说认为说 这个把中医发扬起来 是一个 作为一个 我们炎黄只剩一个 基本的一个动作 大家做是应该理所当然要做的 不然的话 这种传承的话 就失传下去 国民党当年 在49年以前 在中国大陆 他曾经推行过 废除中医的制度 对 所以他在台湾 理论上来说 我想象当中 国民党应该也是 不是那么鼓励中医的 没错 刚开始就一直没有 后来呢 这个陈立夫从美国回来 那陈立夫大家都知道 还被放逐了一阵 然后从美国回来以后呢 他就 那个曾经呢 就是要跟那个蒋经国说 你这个 这个要我回来 我想我对中医药比较有兴趣 中华文化发展比较有兴趣 所以他就办了一个 中国医药大学 现在的台中的中医药大学 那董事长就是陈立夫 最初就是他来 开办的 换句话说 台湾也历经了一个 从反对中医 到慢慢慢慢的 重新又需要中医中 重新又再培养中医这样一个过程 是的 那您刚才说到就是从小的时候 你还是对医术有兴趣 后来再去拜师的嘛 那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 简单的机缘 让一个小朋友开始 对医有兴趣的呢 好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 家里面我们从小 都是 一般都是西医嘛 他们感冒 颗头打 预防 正大都是西医 那我二姐那个时候 在学历高中 那我二姐常年的月经痛 每次月经来月经痛 那我二姐想 这个弟弟 这个我这个弟弟不太一样 他自己 我们家人对我的评价是 异于异于其他的兄弟姐妹 我常常可以自创很多东西 最好在谈其他 刚开始都 我没有老师啊 我自己谈 自己学买了书来谈的 然后 那我二姐月经痛啊 他就很害羞 他就不愿意到医院 去给西医看 他觉得跟西医齐口啊 说我月经痛啊 这个很不好 很害臊 不好意思 他会找你弟弟看哦 他找他弟弟看哦 他找我 他说海峡这样子 我买一套医书 你看 看完以后 你来帮我治疗这个 你二姐真的 不能用变态这个词 对不起 这个打引号 真的很 很异于常人吧 对啊 他说因为我常常会创新 我自己 好看东西 就好像我们玩吉他 我们小朋友 大陆上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 小的时候没有钱嘛 没有钱的话 大家就把压水 压水钱 平常零钱凑一凑 去买那个 到乐器厂去买个 最便宜的吉他 然后再买一本乐谱 然后我就学了以后 我来教大家 大家都没有花钱学费 然后都一脉传承 跟我的 所以他们认为 自己做宗司 他可以说 我会创新 我会自己去研究 对 所以当时买了一套医书给我 叫医中经鉴 他也不教了什么医书好坏 就买医中经鉴 我一看 什么那一颗 什么都有在里面 就想他妇科 月经痛 我就专看妇科那边 大家看了三个月 中学的时候 中学的时候 我就说我开个厨房 看你应该是这样子 就会好 就我姐就抓了药 去药房抓 回来 吃了 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月经就没有痛过 一直跟年其他 当时都很好 所以说 从那个时候 他觉得很开心 他只花了一套 买医书的钱 把那个月经 通知好 对他来说 他结束了 对我来说 没有结束 刚开始 一看我有兴趣了 这时候开始 走路中医节 这个机会很奇怪 对 一个愿意做 人肉小白鼠的姐姐 和一个做高中生 时候做的妇科圣手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兴趣 或者刚开始的 一点点的成功 对一个人的这种 这一辈子的这个路向 真的很重要 对 后来我就一直 就跟周老师 周作语 还有徐熙明学 那这两位名师 真的是请郎相守 毫无保留的 所以这两个是我 一生 影响我最大的 这个老师 这是师传的 对 师徒制 至于金方呢 倒不是他们两个传 金方是 已经断代 台湾也没有什么 所谓的金方家 那这个我金方 金方只好从书上去研究 你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金方 金方就是经典之方 也就不需要改变的 就是这样子 好 用了几千年 都不会有问题的 他的定义 就是从张仲锦开始 那张仲锦呢 实际上 他是集金方之大臣 他金方并不是他写的 金方是早就有了 存在的东西 那包含了孙思廟 孙思廟跟张仲锦 汉唐中间 刚好他是唐朝初 张仲锦刚好汉朝末年 所以他们有时空 有交界的地方 同时间有活到的时候 那孙思廟刚开始 刚开始写的千金药方 那千金药方呢 后来就写完之后 才看到张仲锦的 《三寒杂兵论》 就看到《三寒杂兵论》 很好 就把 赶快他发现 千金药方里面有些错误 他重新把它编辑过 就写了千金药方 意思就是说 我原来写的千金药方呢 有了三寒杂兵论的加持 长得翅膀一样 所以叫做千金药方 就是翅膀的那个义 对 翅膀的义 所以我们在历代 金方家以张仲锦为主 当然孙思廟这一派 孙思廟后来也是走 金方这一派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金方 传词下来 也可以叫他商寒家 因为是商寒 那也可以叫做金方家 这两种来称谓 这就是金方的这个 金方的来源 好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呢 马上继续和尼海夏老师呢 从源头看起啊 这个如何从金方 展开一个对生命的探索 OK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后来呢 学的金方以后呢 在临床上用的时候 常常都是感冒呢 我们开一副药 比如说开一副药开完 然后要求别人六碗水煮两碗 对 别人喝完第一碗 第二碗的牌不用喝就好了 一直是这种效果 可是呢 当时台湾这个 陈立夫成立的中国医药学院 他就请了我们有这个马光雅 什么来当中医药学院的 那个中医部的主任 马医师这个人很好 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医生 但是他是所谓的温病派 那中医呢 有这个韩温之争 韩温之争以千年以来 不是说从明朝开始 从千年以来就有韩温之争 温病派的人呢 他认为说台湾 然后台湾为什么温病流行 台湾是亚热带的地方 是属于湿热的气候 所以呢 只会有温病 那所谓伤寒 就是伤于寒 就是寒冷的话 大陆北方才会有 南方不会有 所以我们应该用温病的药 张仲敬的金方里面呢 并没有开温病的方式在里面 好 因为张仲敬他没有来过南方 所以他不知道有温病 所以我们要温病的药 所以他们从这个基础点 所以温病派的药 大胜逊于台湾 OK 实际上他们对金方 并没有真正了解 金方里面 我们一开始上海 有三个厨房 所以太阳中风 太阳伤寒 太阳伤寒 就是龟子汤了 太阳伤寒 就是我们所谓的麻黄汤 还有第三个 就是太阳温病 当中你有开除方 叫做葛根汤 那这个葛根汤 为什么我们定义为温病 温病并不是说 因为地方的湿热 因为地方的气候 才湿热 造成你的病 叫做温病 他们温病派的观念是 在我个人认为说 不是很正确 而温病呢 是在一种温热的条件之下 得到了病 比如说 我们小孩子在跑出去 即使是冬天 夏天都一样 那小孩子喜欢爱玩啊 跑出去每天 玩了一整天 流了汗很多 对 那玩的时候 中间是很热 身体很热 不断的流汗 在热的流汗的状态之下 得到了感冒 我们叫做温病 而并不是说 环境造成的 所以冬天呢 我们会开温病的房子 对 那如果夏天的时候 他得到这种感冒 可能是丧于寒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他太热了 那结果小孩子 受不了热 就跳到水里面去 那在河水里面 有冰凉 很凉快啊 就出来得到是寒症 这个是伤寒 我们开的是麻黄汤 所以说 并不是说 因为北方 寒冷的天气 才造成有丧于寒 才会用到麻黄柜子之类的 南方温病的 吃热的地方 照样是会有这个麻黄汤 桂枝汤 这一样一样的情形 并不是说 因为北方寒冷 才会有伤寒 南方温 温热 吃热才会有温病 这是不对的想法 因为言下自己是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一千年来呢 这个在中伊里面 都也分成两个流派的 没错 主要的两个打法 他整个的思路都不一样 这个叫伤寒派 一个叫温病派 没错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 因为呢 过去的一段时间呢 江南才子比较多 江南这个有钱人也比较多 那他们的这个主要观点 就是用温病的方法呢 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从清民国以后呢 都变成一个主流了 就中伊都是那种 好像很温和的 用温 当然这个话 不能说 因为温病派就温和 但总体给他的感觉 是那种慢吞吞的 治不了急症的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中伊的这种效果的 一个原因吗 是有这样的原因吗 你觉得 没错 现在的中伊呢 就是 不求无功 但求无故 那这种想法呢 是很不正确的想法 对 他们也奉张仲敬为医胜 对 可是他们不会去 用里面的方式 因为他们太多的谣言 很多的 几代传下来的 好 说还吃这个老师傅传来 他说老师傅 我就亲眼看过 人家吃麻红龟子 吃了死掉 好 吃大黄芒消 下力不止死掉 所以这个药不能用 实际上这是 这个断章取义 你不能说几句话 就把他前面全部打翻掉 前面的功劳都打翻掉 你要善用桂枝 善用大黄 善用芒消 善用麻黄 然后会善用他的话 这个不是强功的药 而是 病人 当病人需要这个药物的时候 你开对症 病人会回复的非常快 所以这个药就是对于 那个病人来说 他就是补药 那你如果开的不对症 病人病情没有改善 你一直用温病拍的药 没有把这个血排出体外 用一种滋阴的方式 或者是一种良药 含良的药 来去一些湿热的病 实际上病跟病没有去掉 那病人吃着这样 感觉有效 感觉没效 有的时候好一点 有的时候又没好一点 而有时候的好坏 实际上是根据 当时的节气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疫情里面有 五的数字极限 比如说我们有六个腰 什么叫五个数字极限 比如说寒冷 现在下雪 再寒一定超不过五天 到第六天你会回春 再热也不会超 超不过五天 第六天你会 到第五天 第六天你会凉下来 所以数都不超过六的 那一经里面就这样 六遥嘛 对就六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 五是一个急速 那当他的身体的到个阶段 他会症状会缓解 缓解的时候 可能会进入病情 在进入到别的脏腹之前 会有一段缓解的时间 那时候他吃了温病的药 他觉得不错 等到又 那个病情又移软了 别的经络的时候 或者别的脏腹的时候 那病又出来了 病又出来了 觉得我身体又不好 又是另外一个病 所以 看不到真正的效果 那病情也不知道 这个是病情在 持续在变症 在改变 一直在往身体里面去侵犯 那医师呢 认为说 你看我吃了我的药第五天 第六天以后病人好很多了 代表这个药有效 然后后来现在变成便秘了 或者是什么 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造成的 并没有深入的去追寻他 也没有依据 我们所谓的辩证 新方的辩证法 所以我们的辩证法 就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 按照病人陈述的症状 而知道病在哪个地方 那比如说病人来出疾的时候 我们知道病人 一出疾 他看你病是在表 在皮肤表面上 症状都是在表 那我们又发表了药 那如果病人来的时候 已经这个是一个礼拜以后 怎么样 那时候问病人的症状 好 那当时的症状呢 是这种 这几种症状 那可能一个礼拜以前 他还是表症 到现在的话 他的症状出来 已经到理症了 那理症可能走到内脏去了 或者是还在这个三交系统里面 或者在脏腑之间游走 那我们可以中医呢 就是从这些身体上 发生出来的一些症状 我们来判定 现在的疾病是哪个地方 OK 所以我可以推你回去 认为你一个礼拜以前 你是怎么样的 好 那刚才我们先讲讲 你这个学医的过程 就是说你在台湾 刚刚开始学医 后来就学的是金方派 和当时主流的温病派 不太一致 你也发现了 这个金方派 在治疗上 效果上 更加吹枯拉朽一些 温病派 更温和一些 变成了 是有一种 也治不好 也治不死人 也治不好人 那么一种状况 后来呢 那后来你怎么又去美国了呢 后来我们再移民到美国 慢慢就到美国来 开始发展另外一段视野 所以有在美国开始 落地争根 就开始寻意 这样子 在美国 我最近碰见好几个人 都有这样一个现象 说在美国呢 反而 包括田大夫 包括徐文斌老师 他们都说在美国呢 因为 他也没有那么多限制 不是说你一定要用温病派 或者这样 但是他有一个限制 你是中印 你就不用开西药 你不能开西药 对 所以那反而市场呢 他会有个选择 对 在美国 我讲就很 平良心的话 也是很难过的话 真正发扬中医 真正的在 赞成中医 都是美国人 老外 这么齿话怎讲 这话有点猛哦 我们在国外 老外找我们看病 我对他说 你为什么找我来看病呢 这个病 你都洗衣在吃药 他说 我的 My daughter told me 我的医生叫我来看病 为什么 你五千年的文化 Must be something good 一定有好的东西在里面 好 然后美国的意思 西医都是 Why not 为什么不要用 好 人对你好 为什么不用 那中国人呢 懂了一点当归 懂了一点黄旗 懂了一点生姜 懂了一点红枣 还是认为说 我懂中医的 中医的时候什么 好 所以到美国呢 就认为 他们一般在海外的华人呢 他们认为 要加入美国主流的社会 就要跟他们有同样的东西 他们吃什么止痛药 吃什么感冒药 什么吃抗生素 什么 他们就按照他们的画作 认为这才是先进 对 好 然后反而台词我们中医 中医中医我懂啊 我怎么会不懂 实际上你懂什么 你告诉我 就说美国的华人去学西医去了 没错 而美国人本土 白人 在吃中药 在吃中药了 文化上的这个 对 你到美国的华人家里去看 很多一大堆的抗生素 在家里面止痛药 还有一些很多的那种维他命 什么都是 都是美国人的东西 美国人怎么样做 他们都是对的 然后华人的最 有些很多华人呢 去给西医看的时候 那真是低声下气 毕恭毕敬的 在医生的诊疗心里面 大声 大声话都不敢讲一声 跑了来看中医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子 我中国人为什么不给我打折扣 你怎么样 还要教我们怎么做 还你要要求我们怎么做 这种状况我们在国外碰到很多 不单单是我一个 我相信在海外工作的华人 当中医的都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外国人非常喜欢中医 那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 不是 外国人喜欢中医 所以主要原因是 老外因为他们看到 美国立国两百年 那所有的西药用了很多 他们已经真正的饱受药害 西药的药害 然后很多的手术 很多造成不可逆的原因 比如说手术 你说哎呀 我真的后悔动了个手术 那你回到以前没有办法 那是不可逆的动作 还有一些呢 中国人在海外的中国人 他们一般看了中文 中文电台 或者看一些中文的 听的中文广播电台 看了中文的报纸 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到美国的新闻 并不会真的去看美国新闻 那么有那么强的英文底子 你如果去看美国的新闻 每天看美国新闻 你会发现到 每天这些美国的新闻记者 都在骂西医 从来没有一个骂中医 都讲中医好 都在骂西医 很有趣 他就包括2000年 2000年的时候 千禧年代 过去100年 美国的那个 那个 CNN的记者 就他们就终结 我们现在面临 美国面临这100年 到2000年 千禧年 我们现在有五大问题 没有解决 就是什么劳工问题 什么其他不要讲 他讲了第五个问题 他说最可恶的就是 我们的ASPRIN ASPRIN在我们国家用过超过100年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美国的科学家 还不了解 ASPRIN里面的 到底真正的供销 到底真正的 那个问题在哪里 有没有副作用 还不是很了解 而我们已经用了100多年了 所以老百姓 吸收的讯息 都是西药 都是负面 每天出什么问题 那个药 怎么样 所以老百姓对药 对西药非常的了解 那中国人呢 只要西洋 美国人讲的 医生都是对的 怎么会错呢 他就不去报了任何的怀疑 他也看不出 在美国的中国人 美国的华人 所以他看不 也不会去看到NCC 美国很有名的一些新闻报道 他不会去看的 所以他对西药的并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状态之下 他就去 为什么他去相信西医 因为他认为西医是科学 中医不科学 中医都是老中医在那边 然后诊所那边张兮兮的 什么种 然后用药自己开了厨房 这些厨房 什么当归皇旗 能治病吗 我得到是乳癌 我得到是肝癌 好 就这种方式 他认为是这样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按照西医的一般模式 那开始要有西医 比如说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 可能说 有些邻居和西医的朋友 西方人的朋友 来参加家庭聚会 哎呦 你在吃他了呢 我也在吃他了 他们有共同的话题 然后表示他们 这样子 我是美国人 我是融入主流 但是呢 我们要找对的东西出来 现在美国现在问你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美国医疗负担非常的严重 每天上 billion billion 这个美金投下去 是个无底洞一样 美国如果医疗的问题 这个不解决 这个无底洞不解决 美国国家永远是负债的 说到此处呢 刚才啊 你老师呢 讲了一个话题 在美国啊 他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医疗体制矛盾 也蛮尖锐的哈 也成为一个社会严重的负担 其实呢 他三知识可以公寓 我们可以借由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中医师的角度 来看待 哎 这个在美国当今发生的一些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话题的研讨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呢 其实呢 我们之前在 也提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朋友也在网上争论 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 我就想说今天请来一位在美国跟西医PK的 然后呢 收了很多麻省和哈佛的这个研究生 学药物的这些研究生 然后了解整个西方的医药体系的一个中医师 那同时又懂中医 伤寒金方派的那个中医师 从他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 中医到底科学还是不科学 稍时休息一下 马上继续回来 网络参与中广论坛 bbs.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 重新发现我们的中国身体 中国人的身体啊 自身有很美的一面的啊 国学堂 大家好 我是梁东 依然呢是有请美国汉堂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尼海夏老师呢 和我们来分享这个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的观点 他站在一个在美国纯中医的 看到那么多抗生素 作用的一个中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 你在美国行医有20年差不多 对 OK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看待西方的医学和中方 东方的这个中医之间的那种差异性 还有这个科学性的问题 如果我用我的角度来讲 比较 大家会认为我比较不客观 对 那我用外国人的角度来 我告诉大家跟各位听众呢 报告一些我在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对 那我的诊所很不凑巧 离美国太空中心 拿啥就太空中心 对 大概开车五分钟就到了 OK 所以全世界离福尔达太空中心 最近的中医诊所 就是我开的诊所 那所以我都病了很多 都是在NASA里面做工程式的 所以你想想看 那你觉得美国的NASA是科学还是科技呢 应该算是科学科技了 科技 可是他们对美国人对科学科技的定义 搞得非常清楚 科学和科技不一样 不一样 科学科技的英文字就不一样 英文字的科技是technology 科学是science 那科技的东西 就是要很多的仪器 很多的日新月异 要去更新的 所以整个太空中心呢 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中心 科学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科学是不存在的东西 对 科学家 科学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科学家 所有人都 左右不存在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定律 假设验证跟结果 所以比如说富兰克林 他发现 他认为有电存在 他说假设有电存在 那我再去验证 就他就在 那个盗风雨的时候 雷电交加的时候 他在放风筝 那旁边灵机就说 这个小孩子神经病 一定有神经病 那雷电交加之下 他在放风筝 等着被雷批嘛 好 结果他就要 假设有电存在 对 他要去验证 对 结果他被电到 结果确实有电存在 对 所以真正的科学家 都是假 经过一个假设验证结果 能够通过这个验证的结果 叫做科学证据 这个叫做科学证据 对 好 我假设西医是对的 你乳癌 你给他开刀化疗嘛 你就验证啊 结果呢 变成死掉了 好 那肝癌的 我假设你西医是对的 好 通过验证的结果呢 你就做栓筛啊 做开刀啊 看完刀看看肝癌的结果如何 我假设你西医讲 医障癌是对的 一线癌 对 给你去治疗啊 治疗以后呢 你觉得化疗啊 做什么很好啊 那结果呢 病人也死掉了 好 那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假设中医是对的呢 如果你真的是科学家 你用科学字来说中医不科学的话 你不了解什么是科学 等于是说你不了解科学这个名词的定义 你用科技的观念来确定我们 所以你是错误的 你引用不对 所以你要说中医呢 如果科不科学 你要假设中医是对的 那中医来验证 我们来看看结果 好 经过这个东西 经过这三个步骤 叫做科学证据 那你去医院里面拿出来 验血报告 检验报告 什么胆过程度很高 血糖很高 那是科技的证据 他就化验你血糖嘛 放心是化学的 一些种成分东西在里面 把你血糖验出来 你的指数是多少 胆过程度是多少 验出来 这是科技 这不是科学 这是technology 所以他才会血糖 血糖机 验血糖的机 每年都在更新啊 换新 因为它是科技嘛 那如果科学的话不需要 从头到尾就是不需要 因为科学已经是定律了 是真理嘛 真理的 所以经方就是科学 我们在用过经方 我到现在用的方子 从来没有出过伤害经贵 可是我们治疗 治病的时候 从感冒一路制造癌症 这不需要患方 这个是经典之法 反复印证 对 反复印证 那比如说现在HRN1 你说我们中医可以被治 很简单 你要找中医 你说中医没有科学证据 好 你说中医没有科学证据 没关系 假设我尼海虾是对 我去治疗给你看 验证 然后看看 然后治疗完 吃我的药 看看结果如何 所以现在这个假流 对不对 这个假流 你用什么方法来治 我用大青龙汤 绝大多数是大青龙 一般来说 为什么是大青龙 我们讲一讲 这个大青龙汤 对 好 可以 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小青龙 一个叫大青龙 小汉大病不是说 小的力量就小 大的力量就大 完全不对 对 小青龙有时候比大青龙还凶 而是中医用寒热来看这个病 中医认为说 表寒里寒 所以表寒就是寒 就是 里寒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你全身的皮肤毛孔 是塞到了 病人可能恶寒 怕冷 肌肉关节会痛 没有汗 这就是表寒 然后毛孔塞住了 没有办法排汗 里寒呢 就是肺里面的问题 病人我们会问他 你可不可啊 不可 你想喝热水 还是喝冷水 我想喝热水 然后这个 我们就知道里面是寒的 甚至于吐出来的痰 是比较清白的 我们就知道里寒 所以病人当出现表寒里寒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小青龙 而现在的甲瘤呢 就是H1N1 我们看到的肚子 表寒 表面是寒的 好 没有流汗啊 肌肉关节痛啊 病人有发 不能说高烧 中温的烧 然后呢 里面是很热的 所以咳出来痰呢 是很黄稠的 同时的病人口渴 喜欢喝冰水 那病人没有胃口 在这种状况之下 是标准的大青龙汤 而这个大青龙汤 是中国传了几千年 不是现代啊 几千年来 我们用了瘟疫的 第一线厨方 就是大青龙汤 治疗瘟疫 十亿啊 就是张仲宁那时候 也是用来治疗瘟疫 这个会传染性的瘟疫 都是用大青龙汤 大青龙汤呢 一共七个七味药 就麻黄 杏仁 石膏 制干草 然后桂枝 生姜 红枣 这些七味药 那七味药的组成呢 非常的妙 为什么大青龙可以治疗 假烫 各种的瘤 瘤性性感冒 因为他不是 这个处方两千多年来 我们再用了两千多年 并不是 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个病毒杀掉 嗯 他是要把病毒排出体外 所以中医的汗吐下 中医要治 中药治病 就是汗法 取汗 当病人流汗 一种是用吐法 吃了药 病人土弹出来 吐出来 还有攻下 从大便小便排出来 用汗吐下 这种方法 好 那七药了 你发生抗病毒的药 你就杀这种病毒 你如果病毒 病毒是这样子 你不去杀他 他不会去变异 你杀他以后 他下一代就改变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他下一代就改变 所以你现在研究出来的疫苗 你可以看现在 但是他 你看了以后 他下次出来又不一样 你又要再去一个新的疫苗 你永远赶不上他变异的速度 嗯 这是因为你去刺激他 他的改变的 那你如果不刺激他呢 可能两千多年来 如果没有这个疫苗抗生数据 刺激这些病毒的话 两千年以后 现在的病毒跟两千年以前是一样的 但是尿就尿在哪里 即使病毒经过抗变异 一直在改变病毒病株啊 一直在改变 所以不断的新的疫苗 抗病毒都要出来 好 但是呢 我们的大兴隆汤居然还是适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观念 叫杀 要赶尽杀绝这个病毒 我们只有一个观念 如何把病毒排出体外 不伤到人的身体的正气 所谓人健康不伤到 所以在无伤害的状态之下 同时把病毒请出身体之外 这就是大兴隆汤的方译 那里面呢 策略不一样 策略不一样 一个是消灭他 一个呢 是请他出去 对 就好像有敌人到你家来进来 或者你家这个不友赛的朋友进来 你也不用说 进来你还三年 还没有讲两句话 你就开枪把他打死的 好像有一个 一个板准把他派死 好像有一个太过度的防御 好严相陷你出去就好了 出去就没事了嘛 对 警察都不用讲 他就出去了 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 他就出去了 对 那也不会 那个冤冤相报 对 你可能把他杀了 可能他下一个儿子要来报仇 那你儿子要去找他报仇 然后就冤冤相报 好 这都是不对的想法 对 这策略上来说 策略上是这样子 对 那大兴隆上他是怎么组 他怎么会有这样 这种效果呢 对 大兴隆上 为什么两千多年来 一直温病派不敢用 因为里面有麻黄跟贵枝 那麻黄跟贵枝 一般现在温病 听到麻黄贵枝 不要说开这个药了 光是听到 就已经手软脚软 好像看到蛇蟹一样 避之唯恐不及 那这个大兴隆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有麻黄 麻黄呢 他是宣肺 所谓青龙 我们讲的青龙 讲的就是麻黄 麻黄是颜色的青的 吃麻黄下去以后 他会肺打开来 肺主全 中医认为说 肺主全身的皮肤毛孔 所以肺主皮毛 所以麻黄一下去的时候 毛孔就会打开来 可是你光靠麻黄 打开来皮肤毛孔的时候 那个汗不会出来 所以一定要有贵枝来辅助 在贵枝中医的观念里面 是解肌 肌肉上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 要用贵枝 所以病如果在肌肉上面 我们用贵枝下去 肌肉的炭液 精液呢 有了贵枝以后 就会把被贵枝 推到皮肤下面 甚至毛孔出来 那我们用贵枝的时候 所以贵枝麻黄 用在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不加其他的药 病人感冒好了 可是呢 一定会脱水 病人会脱水 因为他把这排出来 排出来 所以他会加了生姜和红枣 生姜呢 它本身颜色是黄的 它入胃 在胃里面 对 因为它颜色是黄色 所以过去我们恶心啊 那个孕妇怀孕的时候 认诚期间的恶心很重 我们讲因为干姜啊 生姜啊 黄色的 它能够温味 能够补味的经验 红枣呢 它是大枣 也是色黄的 它也是能够补强的味的经验 因为病人 胃口没有了嘛 胃口没有 我们要让它胃气恢复 胃的蠕动恢复 所以我们用生姜 红枣用在一起 那我们用麻黄的话 在金方里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 听众里面 朋友里面 如果有兴趣研究金方的 你会发现到很奇妙 只要用麻黄的时候 就一定配合了杏仁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杏仁是颜色是白的 中医认为色白入肺 所以肺会把肺的精力补足 所以你麻黄一下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杏仁的时候 肺里面干枯掉了 好 肺好像天上的云一样 那肺一干枯掉 万里无云 那热了热死了 那辐射线 指外线 什么都进来 那肺里面一定要有经验 好 所以我们在用麻黄的时候 配合的杏仁在用的时候 比如说麻黄的杏仁一定是等量 比如说麻黄用两千 杏仁就用两千 麻黄用三千 杏仁就用三千 在麻黄杏仁比例 剂量上控制的很好的话 你麻黄用的多 也不会伤到肺的经验 因为杏仁一工一手 那石膏呢 这个药很重要 这就是温病跟伤患家 最大的差异在这里 现在温病派没有吸脚可以用 那很可怜 所以他们去热解毒很难 他们过去都用吸脚 用吸牛脚来解毒啊 解毒啊 去热 就高热的时候 一定要吸牛脚 吸牛脚多贵啊 现在的动物 国际动物保护法 不准吸牛再买卖了 吸脚再买卖了 金方的里面 从头到尾 我们从汉潮 唐潮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吸牛脚 我们去发高烧的时候 去热解毒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石膏 所谓的白虎汤 而白虎呢 什么叫 我们为什么不取名叫做白老鼠 白兔 或者是这个白色的狗 为什么叫白老虎 就是告诉我们后学者 你要用石膏的时候 剂量一定要够大 叫做白老虎 你如果用五钱八钱 代表小白兔一只 小白鼠一只 小白兔小白猫一只 但是用一两以上 二两三两四两以后 就是白老虎了 那你用的剂量不够 比如说你用八钱 一两下去 一两大概三十五克多 这个三点三十七克多 那一两下去 病人没有退烧 你认为这个白虎不能退烧 实际上没错了 你可能你可以继续加了 二两三两都用没有关系 一般这种外感风含 这种HRN丸 甲康这种表证的 大概一两就够了 所以石膏真的是退热用的 这样吃下去热就退热了 那中间一个制甘草 这个制甘草用的非常的妙 一般来说 我们终于看甘草 一般有生用甘草 还有制过 制过就用蜂蜜给它炒过 生甘草一般来说 甘草的位是甘位的 甘位入皮胀 除了能够把皮胀的经验补回来 皮胀的经验补回来 同时可以开 因为它入皮胀 就开胃 可是我们这个厨房里面 我们要用制甘草 用蜂蜜炒过 因为蜂蜜它炒过以后 甘草变成熟的 不讲 炒过以后 蜂蜜那个味道就不是甜味了 就变成有点苦味 因为你烧焦了 炒过了变成苦味 苦味的要入心脏 入心脏 所以甘草炙过以后 它配合在麻黄柜子里面 不但不会引起动机 很多人 中医不敢用麻黄柜子 就是一吃下去之后 心脏动机的很 心跳很快 他们不晓得 用加了脂肝草下去 就可以 脂肝草的目的 就是要指它的动机 怕预防病人有心机的现象 所以如果这个厨房 我们用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正常人 没有心脏 没有问题的人 我们用这个厨房 脂肝草就可以开 跟桂枝麻黄等量 比如说桂枝三浅 麻黄你开 脂肝草可以开个三浅 但是如果用在 有心脏病的人身上的话 我们脂肝草就要重用了 同样的桂枝 大青龙汤 但是我们脂肝草 可能就用到八千 用一两 用大剂的下去 病人就不会产生 不会产生动机的现象 那这个药一下去以后 从肠胃里面的经验 正常的经验里面 正常的经验 肺里面的经验 全部因为桂枝麻黄 把这个有病的经验 统统提不到皮肤表面上 流汗流出来 在把病毒赶出去的同时 杏仁石膏 伸张大枣 把这个上次的经验 同时间补回来 这个动作是同时完成的 所以当时你有假流的时候 你喝大青龙汤下去了以后 你的病毒往外跑 在皮肤毛孔流了汗出来 我相信流汗 你把汗刮下来看 假抗假流的病毒通通在里面 它活的 同时身体里面 肠胃肺里面都没有丧失经验 所以这就是胃口会开 胃口会回来 同时可以治疗 真的可以治病的一种药 这种药 中医治疗感冒 你说中医 我们怎么知道感冒好了 如果病人是个哑巴 不会讲话怎么办 不会写字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稍微休息一下 国学堂重复收听方式 中国广播网 3w.cnr.cn 点播收听 网络参与 中广论坛 bbf.cnr.cn 国学堂专栏 欢迎发表您的意见和观点 重新发现中医泰美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泰美 依然是有请美国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大学博士班导师教授 尼凯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的雄医经历 刚才讲的一个话 尼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金字大家好 刚才尼老师跟我们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 其实现在肆虐全球的假流 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中国古代人里面 很简单就解决了 用个大清农堂就解决了 所以刚才呢 尼老师用很简单的话 连我都能听懂的话 能来解释这个大清农堂 刚才就提到一个小小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这个大清农堂呢 它去邪而不伤症 对 那按照我刚刚讲分析这个药理啊 病理 那个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病毒进入肺里面的话 这个大清农堂是 对我来说的唯一有效方 而且瞬间就可以恢复 那我对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温病方 温病派认为说 任何的外感的病进来 首先犯费 第一个就犯了费 那你开一些银翘伞啊 这个银花莲翘之类的东西 不像用麻花啊 这种东西能够发表啊 能够不证 那我们如何知道 病人恢复健康 非常简单 中医分两个 一个是治疗内科的病 一个是治疗外感的病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肝癌 胰胀肺癌 什么 你只要病人吃你的药 突然半夜 深更半夜醒过来 饿得药死 着东西吃 代表这个病人救回来 哦这样 那治疗感冒呢 外感的风寒的病呢 吃完以后 第二天的中午 胃口大开就好了 病就完全好了 嗯 为什么呢 这是中午讲阴阳的观念 因为正午的时候 阳到极限 阴要开始生的 人体恢复健康的时候 阳气会回头 体力从头会回来 中午的时候 半夜呢 到了晚上的时候 是要少 阴开始 阴开始 很胜 阳开始 从十二点钟以后 阳气开始慢慢出头 阳气慢慢出头的时候 那你身体上如果有 这个阴死 所谓阴死 就我们知道内科病的重症 像一般的癌症 我们就用阴死来定义 比如说肝癌 我们叫肝加的阴死症 这胃癌 胃加的阴死症 肾脏癌 肾的阴死 我们用阴死 终于用阴死这两个字来代表 阴死 那个死 实在的死 实在的死 死就是里面 我们有八肛辩证 就是所谓的阴阳 表里 虚实 寒热 用八个字来代表 那虚实 虚就是里面没有东西 身体比较弱 死就是里面长东西 有些肾结石我们也成为一种死症 那如果是阴死 代表这个东西长在胀 长在脏里面 那这个肿瘤长起来的时候 是一个死症 是实体的东西 当你这个有阴死的现象的时候 阳 那个阳气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阳气我们讲的是体力 就是一种身体的热 它没有办法进去 没有办法进去 就会反逆出来 所以反逆出来的话 没不想跑的话 就跑了皮肤毛孔 所以得到癌症的人 几乎所有的癌症的人 不管你那阴死在肺上面 在胰脏上面 还是在肝脏上面 或者肾脏上面 你如果得到有肿瘤的时候 有癌症的时候 病人都会倒汗 晚上都会倒汗 为什么倒汗 就是这个汗本来是阳气 要进入阴脏 好 进入阴 阳气进入阴脏的时候 阴在这个时候 身体里面 好 那结果阴里面也长东西了 阳气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进去 只会回你 回你出来的话 结果晚上就会倒汗严重 那当吃 晚上倒汗的时候 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个现象 很不好的现象 好 那这个我所谓的倒汗 是每天倒汗 你偶尔倒是汗 比如说你做个噩梦 倒是汗 那个没有什么关系 偶尔平常倒一次 不是 而不是每天倒汗 就有这种倒汗 现象就要注意了 当你吃我们要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中药好不好 很简单 探听的方式就是 有没有效 对有没有治疗癌症 有没有效果 就可以从晚上半夜醒过来 半夜醒过来 因为阳气是出生的 刚开始发生 发生的时候 本来是阴食在里面 阳气是进不去的 现在吃了你的药以后 阴食现象减轻了 慢慢肿瘤开始萎缩 开始变小 阳气能够进去了 这时候瞬间 阳就会扩张得很厉害 因为阳原来是不够 要进不去就跑 进不去就溺出去了 那现在阳突然可以进去了 进去以后 人体也会 自己会恢复 就半夜就会寝过来 肚子就会很饿 赶快去吃东西 因为很多癌症的病人 基本上都有贫血 贫血 它就会产生一些概念 我要去吃一些肉类 吃一些牛肉 吃一些什么东西 自然而然会想去吃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人体 自己要救自己的现象 所以这我骗不了人 我常常跟病人说 我们只要看 这个药可被治疗什么病 很简单 比如说现在治疗假抗 假瘤 吃下去 第二天中午胃口有没有 就知道药有没有效 你吃了三十天 五六天胃口还没有 就是药没有用 所以我说大家要知道 有没有效 很简单 吃我的大熏龙 你吃完第二天中午 你看你胃口来了没有 有的时候甚至 甚至于不用第二天中午 当吃完两三个小时以后 胃口就来了 好 那你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怎么会有人死在假瘤呢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今天吃了克瘤感下去 第二天中午胃口没有恢复 代表克瘤感没有用 你如果吃了连翘产 什么银花 玉瓶风产 什么都没有关系 吃了第二天中午胃口没有恢复 代表你这药没有效 这个是最好检验的方式 那吃了大熏龙 如果说你第二天中午胃口没有恢复 代表大熏龙没有用 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正常的表现 这个人 中午的胃气恢复 跟半夜胃气恢复 在上汉金柜里面 在黄帝内经里面 都有介绍到 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真正的正统金方中医 我们的生理病理解剖学 按照黄帝内经来看 黄帝内经里面分了 灵书跟书问 我们用这个来看 我们采用了药点的药性 我们是按照神龙本草经来看 他们现在问病的 都是以本草纲目来看 他们的生理解剖学 病理学 完全是西医的那一套 所以当然不会有 OK 所以在您的看法里面 就是说一个简单的甲流 其实是很简单 如果用金方派 用张仲敬流传下来 伤害杂兵的方法 早就可以很好解决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只是提出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甲流这个病状 在全世界如此肆虐 那也是有原因的 那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肯定是 比如在西方也很流行 很严重 有美国 在欧洲是吧 那说明在科学技术 如此发达的西方 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不是技术问题 一定是策略和方向上出现了问题 对 还有些可能背后很多利益集团 这个钱 这个就 做疫苗的人 对 就会影响到人家的利益 所以他们真正的西方的资本主义的 他们的看法是 比如说好 我们这样讲 这个梁东 你是一个 我是鞋场的老板 你是 你是专门设计鞋子的 那有一天你很高 细高采掉了 老板我发明那个鞋子 这个客人保证他 穿了我这双鞋子 终身不用再买第二双 终身使用不会损坏的 老板会给你一句话 你开除了 明天不要来 哦 所以他背后是这样一个利益集团 对 所以你觉得说你在美国行 你作为一个中医 你看到了一个 一个后面的一个 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阴谋 对 就是 其实西医西药 他某种程度上是建立了你的一种 对他的一种依赖性 对 甚至他不断的 就是说改代 更高更快更强 他那种不断的那种技术的变革 对 表面上是为了治疗人的健康疾病 本质上来说 他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集团 真的能够治好病 就算他们知道大型隆胎可以治好病 并不见得是他们想要 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用光是 我们不要讲其他的 光是用大型隆胎 解决这个H1N1的问题 那真的是一剂之二剂 那国家来 由国家出面来做临床 看到效果那么好 也没有人死于H1N1 然后这个药我们国家公正 我们可以卖到全世界去 所以替中国老百姓大赚一笔 对不对 我们文化遗产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瓷器 我们的很多的古董 可以可以 还有我们古代的建筑 可以很多观光客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 很多的观光客来看我们故宫 来斗争以文化遗产 这可以赚钱 收门票可以赚钱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的文化 中华的文明 那可以形象到全世界 可以赚替中国大赚一笔 所以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其实前两天 我们在这个饭局上面 尼时也跟我们讲的一个话题 他说也许对于美国人 他们也意识到这样的那种变化 就是整个的现在西方 这样的一种医疗体系 虽然对于药厂来说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利润来源 但对政府来说 它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对 所以其实我看到 好像奥巴马也希望说 在美国推行中医来解决 他的医疗体系问题 据您所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现在就是说 必须要医疗 要找个方法 一定要找个方法 减轻医疗的负担 如果不找出医疗的 找一个方法出来 如果继续这样子 把钱 不断的钱投入到了 现在的医疗体系里面的话 是一个无底洞 美国财政不会 永远是赤字 美国的 大家看到美国打伊拉克战争 什么话 好像花了很多钱 实际上跟我们历年 花在西药上面的钱 要医保上面 医疗健保体系上面的钱 根本不成比例 那个才是真正美国的负担 现在是希望 中医的传统医学 现在已经在慢慢做了 一篇报道 最近他们花了一些的报道 认为中医药 可以做传统的医学 传统的主流 过去把中医药 列为非传统 所谓传统就是西医 现在中医药应该列入主流医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 有个背痛 比如说针灸砸完 50块钱或者30块钱 50块钱针灸 针灸完了以后病人好了 那你过去要开刀 实际要花了几万块美金 也没好 还有些开刀 造成病人下半身瘫痪 医药官司打不完 还要赔钱 一大纠纷 那为什么不用针灸 所以他们现在 奥巴马政府 已经开始注重在这方面 已经有这方面的好走向 因为一定要找个方法出来 把这个医疗的 大黑洞要补起来 而这个方法 唯一的方法就是中医 而且一定要是进方 你找了瘟病没有用 一点用都没有 他没有办法真正看病 现在是中医 病到西医的里面去了 实际上是不对的 而应该是西医来辅助中医 中医为主流的医学 中医的整体思考为主流 西医只是在旁边 帮我们验证一下 看看我们讲了如何而已 这个这样就对了 所以说包括刚刚跟你解释的 客流感 任何其实对我来说 任何只要对病人有利的 我不管你是西医药中药 只要对病人有利的 能够把病人命救回来的 我们就该用 那如何知道 他对他有利 很简单 你不要去等那个西医药厂 他们去做什么检验报告 来不及了 病人都要死了 他们也不会做出来 他们只会做他们的客流感 他不会帮你做 所以我刚刚提出 让全中国人都很了解的 就是你吃这个药 不管是西医药中药 有效 第二天中午胃口一定开 没有效 第二天中午胃口 没有好代表这个药没有用 你该换药了 最多犯一天的错误 对 不要一直直立不误下去 到头来就死了 所以你是刚刚讲的问题 中药对于自流流感 这种问题 可以做到神效 可以在一天之内解决问题 如果有大青红汤 是不是 那今天这个时间 非常紧张了 所以被迫 今天这一周的节目就要结束 但是我希望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可以期待 下一周 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的 关于从一个 传统的最传统的中医 从台湾出来的 最传统的中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